一到夏天热浪来袭 很多人都会换上清凉的衣服 季节暑又能秀出自己的好身材 然而夏季却是另一群人最害怕的季节 那就是肥胖人群 一是因为要漏肉 二是因为一身肉很容易热 有人认为减肥很简单 只要管住嘴 饿两三天就能瘦五斤 只吃水果蔬菜 坚持一个月掉十斤也不是问题 但是这样的减肥方式未免太痛苦 而且一味的结食会导致血糖紊乱 危害健康 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把身上的肉减掉呢 其实减肥最重要的方法是吃对食物 下面就给你介绍三种食物 填饱肚子甩掉尴尬身材 第一种木瓜 木瓜又称为万寿果 含有大量丰富的营养物质 含有的酵素能够促进肠道分泌消化食物 对于调节身体循环帮助排毒有很好的效果 而且木瓜中含有木瓜蛋白醇 能将脂肪分解为脂肪酸 消耗身体中多余的脂肪 所以木瓜不仅能让皮肤更加细腻 富有弹性 还有瘦身的效果 很适合减肥期间食用 第二种 清脂 清脂是以大脉弱嫩液为主要原料的饮品 早晨起床泡一杯清脂饮用 可以调节肠胃 对肠道不好的人很有帮助 而且清脂是一种碱性饮品 清脂喝清脂可以调节人体的酸碱平衡 还具有帮助减肥的功效 帮你排出体内多余的脂肪 让体重悄悄地降下来 达到瘦身的效果 第三种 冬瓜荷叶茶 冬瓜清热解毒 具有减肥美容的功效 茶叶中的生物碱有降血脂的作用 常用于肥胖症的治疗 冬瓜荷叶茶不仅口感清香 还能减肥排毒 经常坐在办公室 导致大肚子的 或者是中年肥胖者 以及一些营养过剩的朋友 都可以喝冬瓜荷叶茶 减肥的关键 不仅在于食物的瘦身功效 还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好的心态 能让你选对一个正确的减肥方法 并坚持到底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